英女王最主要大家可以留意的是兩個年份 一個是1964年的五仙 一個是1980年的一毫子 希望大家不要只集中於升值、炒賣的過程 也希望大家留下紀念 保留香港歷史 特別是比下一代 作為70年的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早前與世長遲 至今仍然有少數在香港流通的女王頭硬斃 隨即成為大家爭相收藏的物品 用來紀念女王 不少收藏家近日都將他們擁有的女王頭硬幣 紙幣及郵票分享給大家看 我們在二手平台見到有關英女王硬幣的價格 賣99999甚至50萬元 開價非常驚人 香港珍藏全灣負責人Anthony說 這些其實是海鮮價 主要是大家不熟悉所以才會出現 而且他亦不建議大家將紀念品用作炒賣 反而應該用來收藏紀念 我想第一件事想更新 即是更正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是很海鮮價的所謂 所以有時在二手平台上 你會看到同一個貨幣同一個年費同一個質素 可能會有10倍或100倍的差價存在 很多時候這樣的原因是因為市場的不清晰 對價值方面 其實我們收到的查詢裡 有些人會炒賣的角度 但在我們眼中來說 我們覺得不值得炒賣 因為量比較大 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想投資的角度去做的話 就可以選擇一些罕有年份 就像剛才的1964年五仙 因為量有很少的關係 值得大家去收藏 而目前最多人查詢的是英女王頭硬幣 Anthony提到最有紀念價值的硬幣 分別有兩個年份 其中流通的1964年五仙 收購價更加賣到1000元 如果英女王來說 最主要大家可以留意的是兩個年份 一個是1964年的五仙 一個是1980年的一毫子 兩個年份比較上值錢 如果你說1964年 其實就不需要一個全新的質素 流通質素都有收購 而收購價大約是1000元港幣 但如果你是說1980年的一毫子 就只是全新未流通的狀態才值錢 大約是100元港幣一隻左右 除了這兩個硬幣之外 Anthony也介紹了一套 非常有紀念價值的1988年 精柱套裝硬幣 當年只是放行了25000套 右面更加有一個1988年的五仙硬幣 這一款在市面上流通性極低 而價錢更加可以賣到3000元一套 精柱裝的分別是甚麼呢 就是它是磨砂面 所以見到英女王的話 它那裡是會有磨砂 而它幣值這裏也會有拋光的狀態 所以見到 這個情況比你平時見到的流通貨幣好多 而另一方面 亦有甚麼特別呢 就是例如這裏來說 你會見到有1988年的五仙硬幣 1988年的五仙硬幣 當年是特別為了紀念套裝而出的 所以其實它流通方面 你很少在市面上見到 英女王的周邊產品 除了硬幣之外 亦有香港郵票 Anthony說客人茶商Jill是1997年發行的郵票 但由於發行量大 所以不算值錢 而且買入收藏Jill是著重紀念性質 而不是投資炒賣 其實英女王郵票來說 有多查詢會收到 但很多時都是圍繞著1997年的英女王郵票 而1997年英女王郵票 因為發行量太大的關係 變成都是不值錢的 其實很多是誇張到一個點 例如它面值10元未用過的郵票 其實現在市值大約1元左右 是輸90%的 但玩郵票有甚麼和硬幣有些最不同的地方呢 所以郵票很多時會根據一些歷史事件、故事 特意會發行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紀念性質就會大於硬幣 Anthony對我提醒大家 在了解周邊產品價錢的同事 也都應該了解這些產品背後的歷史和故事 不要只集中投資和炒賣 我發現香港收到這麼多查詢 都會集中於價錢方面 我希望大家在了解價錢方面 同時也可以了解背後的一些歷史 例如英國靜民地年代和香港的關係等等 都值得大家去學習或研究